好 接下來看最新的這個畫面 這是突發的狀況 因為新北市長朱立倫在議會這邊突然遭到攔路陳情 有女子他控訴說遭到性侵又遭到霸凌 好 怎麼回事 馬上連線記者謝凱旋 好了 主播在3月8號婦女節這一天 一名婦人是向新北市長朱立倫來下跪陳情 希望市長幫幫忙 我們來看看稍早狀況 就叫我媽媽 欺負我 爸爸 因為我年間要去跟上學環境 報告市長 我們最敬愛的朱市長 朱市長在市議會說要器官療性隔離 我們非常的認同 可是我們這個家庭呢 它發生一個很困難的狀況 爸爸 因為我都跑出來 我覺得你跟上學了 請再跟市長報告 我一定我的作意 我們兩個禮拜前開了記者會 好的 我們可以看到這名婦人呢 她是帶著她的女兒 向新北市長朱立倫來下跪陳情 她聲淚據下表示她的女兒在學校遭到了性侵 身上國中又遭到同學霸凌 因此讓她的女兒不敢去學校上課 但是呢 校方的處理態度以及教育局的處理態度呢 卻是相應不理 讓這個家長呢 是相當的擔心喔 擔心她的女兒如果去上課 會不會遭受到這個更悉慘的待遇 因此呢 她是下跪向朱立倫乘請 希望朱立倫幫幫忙 而另外呢 這個朱立倫呢 也請教育局長來了解進步的狀況 希望能夠幫助這一對母女 以上是目前所為您掌握到的最新情形 鏡頭交還捧內 好 這女子痛哭失聲帶著自己的女兒 來向朱立倫攔路陳情控訴 自己女兒居然就遭到了這個霸凌還遭到了性侵 而朱立倫也說會立刻給予這母子幫助 好 這是我們得到的最新的一個畫面